旧金山交通警察太混了吗 旧金山有许多鲁莽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人 但是旧金山警察交通部门的45名警员 今年平均每天只开出了10张罚贪 旧金山有将近50多万辆汽车 这样子的罚单比例让市民怀疑 旧金山的交通警察是不是太混了 2019年旧金山的交通警察平均每天能够开出74张交通罚单 平均大约每20分钟就会开出一张 到了去年旧金山的交通警察竟然平均每两个半小时 才抓到一名交通违规的驾驶人 旧金山有那么多超速闯红灯非法转弯的违规驾驶人 这样的执法效率让民众怀疑旧金山的警察平常都在干什么 有驾驶人抱怨旧金山交通警察执法没有统一的标准 交通警察只有在特定时间加强执法大开罚单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街道上根本就看不到交通警察的身影 旧金山的交通警察根本没有真正做到维护交通安全的责任 面对民众抱怨旧金山警局发言人说 这是因为警员数量减少的关系 他解释目前旧金山交通部门的人员编制30年来最低 2019年交通部门有69名警员 但是目前旧金山的交通警察只剩下45个人 这45名交通警察除了要开罚单之外 还要处理调查车祸事故 还要支援天德龙区 有民众游行或者是示威的时候 还要支援管理人群 工作量其实很大 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市民并不买单 有市民就说 交警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 旧金山有许多的市民冒险穿越街道 因为他们不认为警察会把违规的驾驶人拦下来 2014年旧金山曾经通过交通事故临死亡愿景的承诺 保证将会严惩超速闯红灯 闯停车号制 为礼让行人等等五大项交通违规行为 结果从2018年以来 针对这五大违规行为的交通罚单 却只占了所有交通罚单的35% 其他大多数开出的罚单都是无关痛痒的小违规 像是车俭过旗 车床填膜没有通过车尾灯破损等等 旧金山市府表示 新年度将会增聘220名新远警落实交通执法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